台湾的大山大海在等着从俄罗斯来的人山人海 台湾对俄罗斯挥挥手 从现在开始到明年7月31号 事办俄罗斯国民来台14天免签证待遇 为了这场相遇 观光局跟原山大饭店先合办四个彩线团 往哪彩就彩在台湾蔚蔚的海岸线 我们看到俄罗斯的旅客 他到亚洲的区域 特别是泰国 到泰国的人数大概约有100万人左右 我们觉得相对于泰国的环境条件 台湾其实也有相对的 特别是俄罗斯人喜欢的海湾沙滩的旅游环境 可以吸引他们 北海岸我们也会拉到日月潭 包含高雄墾丁 花莲台东去参访 观光局认为台湾面朝大海可不输泰国 岂能拱手让人 俄罗斯游客会是新蓝海 台湾有多好吃 来自俄罗斯绝对不会饿肚子 加上俄罗斯出国民众消费力道强 血拼也很拼 可朝向中高党团发展 不过目前台湾跟俄罗斯并没有直航 而且合格的俄语导游只有27位 我们希望他们来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但是我们跟得上吗 在这个免签措施下去之后 我想它并不会马上产生立即的效果 俄罗斯旅客看到这个免签的措施进来之后 我想后续的航线才有可能才会跟进 配套措施还得跟上开放的脚步 让更多俄罗斯人愿意来台湾 不远千里只有为你 杨广新闻综合八道